电影里李奥纳多用着三寸不烂之舌 骗无知民众投资 借此获利成了亿万富翁 没想到虚拟剧情在现实生活中真实发生 脸书上与网友聊天却暗藏危机 有富人就这样被骗了上百万 一名自称外商礼专化名送一行的男子 随机发送脸书好友邀请 聊天攀谈降低被害人借心 锁定对象都是有经济能力的熟女 诈骗对话中 贾利专不时称呼对方甜心 被害人日久生情 因此受骗上当 在聊天的过程之后会攀谈 然后得知他的身家状况 就是要得知说他必须要具有多金 而且通常是以交友名义 就是打着谈情受害的那种说法 然后取得就是聊天之后 取得被害人的信任之后 才邀请他进行投资 贾利专声称有外汇投资管道 可以获利20到30倍 引起对方兴趣后 告知最低投资单位一万元美金 被害人不宜有他 汇款到境外账户后 贾利专持续诱骗对方加码 之后见时机成熟 便失去音讯 被害人才惊觉上当受骗 骗数不断更新 现在最新的招数 就是打着高报酬低风险的投资机会 原本应该是不容易受骗的中年手女 因为对方花言巧语 加上投资理财的专业术语 反而成了被诈骗的高危险群 记者季冠红尘脂肪台北报道